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圆明园 大家都看出来 圆明园 对吧 那么圆明园这个园子是在中国清代的时候建了一个皇家园林 当时耗资很多 而且耗费了很长时间才建成 当初的圆明园是多么的美 多么的福利堂皇 所以我们说圆明园被焚烧被抢劫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那对于法国人 对于法国来说 法国人民是怎么看的 法国曾经有一个人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下宫 下宫就是圆明园的英文名字 叫做Summer Palace 对吧 一个进行抢劫 另一个放火焚烧 他们高高兴兴的回到了欧洲 这两个强盗 一个叫法兰西 一个叫英吉利 他们共同分享了圆明园这座东方宝库 还认为自己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 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国能够摆脱重负 洗清罪恶 把这些财物归还被劫的中国 那你看啊 这段话显然呀 认为这些宝物应该归还给我们中国 那这段话谁说的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个作家 于果说的 所以从中你大概可以知道 于果是一个有什么样品质的人 很有正义感的人 对吧 很有正义感的人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位有正义感的人 于果这个人啊 在法国啊 在法国文台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是世界啊 法国文台由一个文学啊 由一个文学流派占主流 转为另一个文学流派的过渡 以及领袖式的人物 那么如果这一时期经历了哪两个文学流派呢 前一个文学流派叫做古典主义文学 那什么样的文学叫古典主义文学呢 首先古典主义文学啊 在他们的文学取材上大部分来自于古罗马文学啊 古罗马文学 西方文学的源头呢 叫做古希腊文学 那古罗马文学呢 是继承着啊 古希腊文学的 所以啊 是从他们早期的文化中 吸取一些养分和题材 这是古典主义文学的一个特点 那古典文主义文学的第二个特点 也是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 他有一套很严格的艺术创作标准和原则 就是如果你出于古典主义文学当道啊 那那个时候的文台 你要想做一个文人在进行创作的时候 你不能天马行空 没规矩 必须按照一定的规范来创作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如果你要进行戏剧创作 大家知道什么是戏剧吗 什么是戏剧 或者一说到戏剧 剧本 还有汉姆雷特 对吧 汉姆雷特是戏剧 那么戏剧呢 基本上就是一些人在舞台上表演 表演 扮演角色 表演了一个故事 这样的舞台艺术就叫做戏剧 对吧 那么如果你在古典主义时期 创作戏剧 你必须要符合一个规律 叫做三一律 什么叫三一律呢 就是有三个一你要遵守 哪三个一呢 时间 地点 情节 这样的三个一 也就是你在写戏剧的时候 你的这个故事 发生的时间 必须在一天之内 地点必须在一个地点内发生 那么情节啊 情节呢 只要有一个贯穿完整的情节 这是三一律 所以就知道三一律很困难 对吧 三一律啊 这个标准啊 很严格 而且啊 如果你在写的过程中啊 转换地点啊 这样呢 就不符合当时呢 认为的好作品 那么古典主义啊 我们说这是它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有特点的啊 这个特征 严格的艺术规范 那么这个例子就是三一律 要求他们的语言啊 是准确精练的 那么古典主义文学 再往后啊 在法国的文台上啊 就有另外一种文学思潮 代替了古典主义文学 成为了当时文学的主流 那这种文学思潮呢 就叫做浪漫主义文学 好 那么一提到浪漫 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英国 李白 英国 还有吗 还有吗 法国啊 法国是个很浪漫的国家 朱老师啊 觉得说哎 浪漫呀 就是收到玫瑰花 吃着烛光晚餐 觉得这就很浪漫 对吧 那么请问 是不是我一边 这个啊 看到了玫瑰花 一边吃着这个烛光晚餐 然后一边写个作文 我写个作文 就是浪漫主义文学呢 是吗 那肯定不是 对吧 那什么样的叫浪漫主义文学呢 浪漫主义文学呀 就是为了啊 在反对古典主义文学啊 在这些啊 尤其是这个刻板的啊 规律的基础上啊 倡导了一类文学样式 说到浪漫主义文学 我们大家已经不是很陌生了 中国也有浪漫主义文学 比如说我们的说李白 李白说 举杯妖明月 对应成三人啊 我喝妖血量和我喝 这样的想象 几人能有 对吧 李白说呀 脚拙谢公记 深蹬青云梯 说我脚上穿着谢公的鞋子 啊 蹬着梯子要怎么样呢 上青天啊 要上青天 这样的想象啊 和这样的这个心怀啊 也不是这个一般人能有 那我们说这样的是浪漫主义文学 那么浪漫主义文学中啊 出丰富的想象 夸张的手法和华丽的语言 是他的一个要素啊 是他的一个要素 但是另外一方面 浪漫主义还很看重人物的内心 在浪漫主义文学中 往往能够表达这个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 我们说一个人物的外表啊 一般啊 这个都确定了下来 一般你长大以后啊 你很少你的外表会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一个人的内心 却不像他的外表一样 这样的单一 对吧 人的内心可能会有恐惧 有愉悦 有生气 有愤怒 甚至是有失望等等 所以浪漫主义文学呢 很重视挖掘人物的内心 表达人物很细腻的情感 为什么 如果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 大家应该知道的 对吧 叫做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心灵 所以浪漫主义认为人的内心啊 是很博大的啊 是很博大的 是可以突出来 表现的 二 浪漫主义文学 那他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从人物内心出发 养达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 那么第二个啊 就是说他的想象丰富 手法夸张 语言华丽 在浪漫主义取代了文学主义的啊 在古典主义的这个文学的时候啊 那么都是有什么样的人倡导了浪漫主义 谁在浪漫主义文学上揍出了很多成就呢 我们来写几个例子 一个是我们大家学过的大众马 大众马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的 对吧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维克多雨果啊 雨果呀 是个浪漫主义的骑手啊 是一个领袖人物 那么还有一个人介绍一下 这个人啊 叫做乔治桑 是一个法国的女性作家 肖芒的这个太太啊 也著名的文学家乔治桑 那么文学 为什么从古典主义文学过渡到了浪漫主义文学呢 就是有一个人的倡导 这个人就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维克多雨果啊 来说雨果 雨果全名叫维克多雨果 生于1802年 足于1885年 这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由于啊 雨果在法国的文台下地位啊 之高 被人们呢 称作法兰西的沙士迪亚 我们说沙士比亚是哪个国家的啊 英国的啊 在英国的文学地位很高 所以呢 雨果又被称作法兰西的沙士比亚 那刚才我们说啊 雨果在说过那句话啊 就说圆明远的那句话的时候呢 体现了他的正义感 对吧 那我们有一天说 哎 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 那么雨果呢 确实是个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 那到底什么叫人道主义呢 我们看一下 人道主义啊 就是提倡 关怀人 爱护人 尊重人 以人为中心 那么他们一般是反对暴力的 为了改变这世界的罪恶 用什么来改变呢 爱来改变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到的啊 雨果被称作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 那么我们一会儿来说他的这个作品悲惨世界的时候啊 你就会有感受这个人啊 他的人道主义体现在哪儿 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说一说 雨果这个人啊的生平 在1802年 雨果生于法国 贝尚松这里啊 法国东部的一个城市啊 贝尚松 雨果的出生的家庭呀 还是很特别的 雨果的爸爸呢 就是拿破仑手下的将领 而且深得拿破仑哥哥的重视 所以呢这个雨果的爸爸呀 一直跟随着这个拿破仑四处征战啊 取得战功 那爸爸四处征战显然就会不会经常在家呢 比较少 那雨果小的时候呢 跟随着妈妈啊 一起这个啊 一起生活 那雨果的妈妈呢 是个天主教徒 这样宗教是一个很和蔼 善良的啊 就充满慈爱的这样一个母亲 所以小的时候啊 这个雨果的妈妈 对于她的照顾和慈爱啊 对于雨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以至于以后雨果的很多思想啊 都继承于她的妈妈 妈妈对她的影响是很大的啊 是很大的 那么雨果呢 之后啊 开始这个上学啊 开始上学 在上学之后啊 雨果的这个天资聪颖的特质 就很快的显现了出来 在雨果20岁的时候呢 他发表过一个叫做 宋诗集啊 这样的作品 那么还得到过国王的年金赏赐啊 就是国王给他的这个奖金 在16和17岁的时候 他曾经三次因为写诗写的好 被国王亲自的召见啊 所以你就知道 雨果在小的时候 就显露出了在文学上 很高的才华啊 很高的才华 之后啊 之后在雨果25岁的时候啊 这个雨果呢 做了一点啊 做了一点尝试 就写了一个剧本 那么雨果当时写了一个剧本 叫做克伦威尔 克伦威尔是谁呢 他是法国的一个将军啊 是法国一个将军 所以他的这部戏剧啊 剧本呢 是描写历史的 可是只有25岁的雨果 他对法国的历史理解 并不够深啊 他的这个 理解呢 并不够深 所以啊 他呢 写出来的这个克伦威尔 成就并不高 甚至是这本剧本啊 这个剧本 因为不符合舞台表演的一些要求 没能够参加啊 没能够被搬上舞台 没能够演出啊 早期的时候 对吧 但是啊 在这个克伦威尔发表的时候呢 雨果啊 给他写了一个序言啊 我们知道书前面都会有个序言 对吧 那么雨果给这个克伦威尔这个剧本写了个序言 在这个序言中呢 雨果提出他认为啊 在进行文学写作的时候 应该遵照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叫什么呢 美丑对照原则啊 有美有丑 什么叫美丑对照呢 雨果说过这么一句话说 丑在美的旁边 畸形靠近着优美 丑怪藏在崇高背后 美与恶并存 光明与黑暗共存 就是他认为在文学作品中 你不能一直赞颂那些美好的 赞颂君主的英明啊 全都是光明的 而应该呢 有丑有美啊 有丑有美 这样才能够让你的这个作品更加的丰富 那么正是这个续言的发表 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这个原则的诞生 所以成为了浪漫主义的宣言书 二生平 他在1827年的这个作品 克伦维尔序言提出了重要的原则 叫做美丑对照原则 如果在这个克伦维尔中提出了美丑对照原则 那他提出了这个原则 是不是自己真的这么做了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那如果呀 在他最没有大表性的一个作品中 就是这样做的 那这个作品呢 叫做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这个作品呢 在开始的时候呀 描写在巴黎的一个广场上 人们正在庆祝一个很著名的节日 4月1号的鱼人节 就是写一个这个鱼人之王啊 那什么样的人能当鱼人之王呢 是那个最丑的人要当鱼人之王 因为大家就抵抗谁长得最丑 结果呢 在评论的过程中 加西摩托也叫卡西摩托 他呢当之无愧的被评为了 鱼人之王 因为这个人长得长什么样呢 我们来描述一下 加西摩托这个人的脑袋呀 我们大家脑袋要不然就圆的 对吧 要不然这个方一点对吧 但是这个人呢 几何形的脑袋 几何形 你想想 不规则的 不规则的对吧 脑袋那可能是几何形对吧 几何形 然后啊 这个人的眼睛呢 我们一般说啊 一个人的眼睛啊 这个都很好啊 但是这个人呢 一个眼睛啊 是瞎的 瞎的 所以这个眼睛啊 看不见 那么他的耳朵呢 又有一个耳朵是龙的 听不见啊 听不见 他这个人的嘴巴呢 啊 我们一般的嘴巴啊 这个小一点 他嘴巴像马蹄形 啊 马蹄形 所以你就知道啊 这个嘴巴很大啊 很大啊 马蹄形 然后啊 那么这个 我们大家的这个 后背都比直的啊 但是他的后背呢 却有一个什么呀 高高的龙体啊 一个大球这样的啊 侧面啊 这个侧面 那就是他的这个侧面啊 这侧面啊 手在这啊 据说他的这个手呢 一直到膝盖这里啊 到膝盖这里啊 手很长 手掌和脚掌都很大啊 都很大 而且呢 他的这个腿啊 他的腿 他的腿呢 从正面看起来 像两个大镰刀一样啊 像两个大镰刀一样啊 弯弯的 所以家庭摸托呢 当之无忌的被舔了 来愚人之王 大家就抬着他啊 抬着他 然后呢 在这个广场上游几 然后快来看看 这个西洋最丑的人 像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 喊了一句说 啊 艾斯梅拉达来了 艾斯梅拉达在广场的一脚呢 牵着自己的小羊 把这小羊放在这 于是呢 就开始翩翩起舞 在广场旁边的 这个巴黎兽武院呢 啊 这个钟笼上了 有一个人啊 流露出了 这个眼神非常的复杂 流露出了又爱又恨的眼神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巴黎 圣母院里的副主教啊 叫做克洛洛 弗洛自己的内心呢 觉得艾斯梅拉达 长得很美很漂亮 他很喜欢艾斯梅拉达 所以他此刻的这个眼神啊 又爱又恨 那么艾斯梅拉达这天晚上呢 跳完舞以后呀 收拾上自己的小毛毯 带着小羊回家 在他回家的这个路上 突然呢 踩出了两个人 在一小胡同里 要及时绑架他 那么谁呢 一个啊 是这个弗洛洛 还有一个呢 是加西摩托 我们都知道弗洛洛觉得很 艾斯梅拉达很可爱 很喜欢他 那为什么加西摩托 也去劫持人家艾斯梅拉达呢 是因为加西摩托啊 卡西摩托刚一出生的时候呢 由于长得太丑陋 所以就被家里人遗弃了啊 就被抛弃了 扔在了巴黎圣母院的门口 那副主教呢 弗洛洛出门 就捡到了这个婴儿 于是就把这个婴儿 带回了巴黎圣母院 给他一些吃的 养活了这个孩子 然后他就交给了加西摩托 卡西摩托一个工作 就是去当敲钟人 他有个钟楼啊 让他们挂个大钟啊 加西摩托每年 给这个全城的人 报时间用的 你想全城的人 都能听见这个钟声 钟声很响 加西摩托天天就在 这个钟的旁边瞧啊 钟的旁边瞧 所以他的耳朵就聋了啊 他的耳朵就不大好用啊 耳朵就聋了 那么加西摩托呢 由于被弗洛洛抚养 所以啊 他把弗洛洛作为自己的爸爸一样 尊敬和顺从啊 弗洛洛让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那么加西摩托呢 于是啊 这个和弗洛洛两个人 就拦住了艾斯梅拉的啊 要把艾斯梅拉的抢走 那艾斯梅拉的于是呢 就很害怕 惊呼啊 这个呼叫 结果正好在这个啊 小巷子旁呢 路过了一队皇家啊 皇家卫队啊 士兵 那么皇家卫队的卫队长 叫做弗比斯 弗比斯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你是干嘛啦 英雄 救美 所以立刻就被弗比斯捉住了 不是 第二天 加西摩托呢 就被啊 这个惩戒啊 就被惩戒 那么人们就看到 在这个广场上 加西摩托呢 被绑在广场上 绑在广场上以后呢 啊 游人来拿着这个鞭子 抽打他啊 抽打他 那么 在这个啊 当时啊 天很热 太阳晒着啊 这个加西摩托啊 这头上都是汗 所以他特别渴 他特别渴 那这个时候呢 人群中啊 就走出了一个人 给了加西摩托一口水喝 这个人是谁呢 啊 就是艾斯梅拉达 艾斯梅拉达呀 这个女孩子心地 非常的善良 那么给了加西摩托 一口水喝 这可能是加西摩托 在人生中遇到的 第一次 让他觉得非常温暖的事情 虽然弗洛啊 我们说救了这个 加西摩托的命 但是他对待弗洛洛 是没有丝毫的尊重 和这个啊 温情的 所以加西摩托啊 在这一次中啊 这个给他 喝了一口水的过程中 突然感受到了温暖 于是他觉得 艾斯梅拉达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 最可爱的女孩子 将来要是有谁啊 欺负他 我肯定会保护他的 但是在艾斯梅拉达的心中 谁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呢 啊 法比斯 福比斯嘛 对吧 啊 曾经英雄救美啊 救了自己的人 于是他在心中啊 非常的啊 崇敬喜爱福比斯 有一天 福比斯给艾斯梅拉达了 写了一封信 邀请他来到一个小旅馆里 和自己相见 福罗罗心里 他就很嫉妒啊 很嫉妒 跳到了这个啊 福比斯和艾斯梅拉达 在的这个屋子里 就把这个匕首 插到了福比斯的这个身上 然后啊 这个福罗罗立刻拿 就搜一声 就跑了 福比斯的惊叫 就立刻引来了这个士兵 引来士兵 当士兵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身上啊 插着这个刀啊 的福比斯 以及惊慌失措的艾斯梅拉达 那屋里没别的人了 福比斯又受伤 一定是艾斯梅拉达干的 于是呢 军队啊 这士兵们就将艾斯梅拉达 给抓了起来 抓了起来 第二天艾斯梅拉达被判了刑 判什么呢 绞刑啊 要被吊死啊 上吊吊死 福比斯呢 并没有死 只是受了伤 于是福比斯在家里养伤啊 在家里养伤 那么艾斯梅拉达 在行刑的这一天 还在刑刑的那一天 艾斯梅拉达走到刑场 要被吊死 底下的民众们不知道真相 所以这些民众们啊 认为艾斯梅拉达是一个表面上长得美 但内心是个恶魔魔鬼一样的女人 她刺杀了福比斯 所以大家认为啊 艾斯梅拉达死有余辜 罪有应得 可是弗洛沃和福比斯两个人都知道 艾斯梅拉达要被这个处死 可是两个人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 为他说一句话 你想 如果弗洛沃自首的话 那么艾斯梅拉达就会无罪释放 对吧 可是福比斯也不愿意站出来说话 福比斯要是愿意说一句的话 说不是艾斯梅拉达杀的我 那么艾斯梅拉达也不会做这个替罪羊 对不对 可能福比斯也不愿意站出来说 也不愿意站出来说 所以啊 在众目睽睽之下 艾斯梅拉达现在已经孤 这个孤独无助 而且马上就要被绞死 但是这个时候啊 就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解救他 谁呢 啊 加斯梅拉达 加斯梅拉达 加斯梅拉达就把艾斯梅拉达给救了 然后呢 俩人又回到了啊 带他来到了巴黎祖母院 在加斯梅拉达没在的一天 艾斯梅拉达就被弗洛洛送到了警察的手里 送到军队的手里 那之后呢 艾斯梅拉达就被绞死了啊 就被吊死了啊 被吊死了 那么得知了 艾斯梅拉达是被弗洛洛送到了这个警察的手里啊 加斯梅拉达简直是气愤极了 于是呢 在这个巴黎圣母院的那个钟楼上啊 高高的钟楼上 他将自己的这个啊 曾经认为是父亲一样的人啊 然后呢 从上面推了下去 摔死了 那么之后啊 这个加斯梅拉达呢 来到艾斯梅拉达的尸体旁抱着艾斯梅拉达啊 抱着艾斯梅拉达 那么在艾斯梅拉达被吊死以后的啊 这个两年以后 有一天 有一个人来到了一个啊 这个地窖里 这个地窖里面呢 存放的都是一些啊 放的都是一些死刑犯的啊 这个尸体 那这个人呢 要把这些尸体啊 运到外面去埋了 可是他发现了一一对尸体啊 就很奇怪啊 这一对尸体呢 一个尸体紧紧的抱住另外一个尸体啊 那个被抱住的尸体呢 是一具女性尸体 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啊 有明显的勒痕 说明就是被绞死的啊 被吊死的 另外一具尸体呢 长得更怪了啊 紧紧的抱着那个女性尸体 不说吧 两个腿跟大镰刀一样 谁啊 啊 加西摩托啊 摩托呢 是在得知了艾斯梅拉的死了以后呢 抱着艾斯梅拉的尸体 不吃不喝啊 然后饿死了自己 那你想 加西摩托认为艾斯梅拉的 是这个世界上最关心自己啊 对自己最好的人 那当艾斯梅拉的去世了 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他就抱着啊 这个艾斯梅拉的啊 于是不吃不喝 把自己饿死了 这就是这部啊 小说 叫做巴黎圣母院啊 我们说小说呀 来愿意生活 但是高于生活 有一些虚构的啊 内容在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分析一下 请问巴黎圣母院中的 加西摩托这个人 外表看起来丑还是美 好 丑 丑陋无比 对吧 啊 那么 但是加西摩托这个人的内心 丑还是美呢 美 他的内心是很美的 很善良 知恩图报 又勇敢 对吧 那么 艾斯梅拉的给了一口水 他甚至愿意为了这一口水啊 付出自己的生命 但没有人愿意帮助艾斯梅拉的的时候呢 加西摩托挺身而出 跳到这个广场上 救艾斯梅拉的 很英勇的 对吧 很英勇啊 所以我们说加西摩托 这是一个表面上丑陋 内心很美好的人 但是 弗洛洛和弗比斯啊 弗比斯皇家卫队的卫队长 长得英俊高大 但是他的内心呢 丑还美 丑的 我们说内心是个很懦弱的人 对吧 很懦弱的人 不愿意啊 站出来说实话 包括弗洛洛啊 内心都是很阴暗的 对吧 看着人家艾斯梅拉的美啊 于是就绑架人家 甚至将他呢 交到了警察手里 所以你看 在他的作品中 正式体现了美丑 对照的原则 美和丑 并存 对吧